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一个假的风声 并没有 不管是Michael Bay回来拍变形金刚 或者第六集要开拍 这两件事情都是没有得到确认的 所以在这边的话 就利用一点时间 跟大家做个更正 我自己空欢喜一场 倒是无所谓 主要是如果有朋友 看了我的文章之后 以为真的要拍第六集 或者Michael Bay要回来 造成一些误解的话 在这边的话 就给各位做一个及时的更正 目前是没有Michael Bay要回来拍变形金刚 或者是第六集要开拍的消息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呼吸收到的并行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第1071集的节目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款非常精彩的 经典3.0时代的玩具 俯冲 它呢 和之前Hunford Decepticon时代 推出的一个海龙呢 是属于头魔的角色 如果你今天有看过老肖的开箱的话 你应该会对那一款玩具的表现 会感到非常惊艳不已啊 那么那一款 Hunford Decepticon的一个玩具呢 它是一个黄色底的盒子 那那一款非常的难买 也很难买到 那我这一款的话呢 运气还不错 在台湾的网拍上呢 还能够买到一个台湾的代理版啊 那么这一款据说 当时有比较多的厂货啦 或者是其他各种 非代理版的版本出现 那价格当时曾经一度跌到非常便宜 那我这一款是 含这个运费的话 大概台币是900块钱 也都是人民币的不到200块钱收到 我觉得还是蛮划算的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老物啊 曾经多次的出现 但是当时都没有把它给买下来 那买下来之后呢 其实我说实在话 我是把它当成是 应该买不到黄色盒子的 这个Hunford Decepticon的那个版本 买不到海龙 只要买俯虫 那买了之后呢 有一点还是比较失望 觉得这个头雕 没想到他们两个的头雕是差别 是居然 那么样的一个巨大 说这一款的头雕呢 和那一款海龙的一个 比较像真人的头 但这一款的话感觉呢 我怎么觉得有点像猩猩的脸哦 主要是看这里有一条横线嘛 这下面这个横线 如果把这个地方当成嘴巴的话 就感觉就是一整个是人员的面孔 再来是他这个头盔 也没有这个海龙那个 有点像是一个眼罩的 感觉比较帅 他这个比较像是一般的一个驾驶 空军驾驶员的头盔 那他是可以上下 是可以稍微做一点点的一个 幅度的一个放下 那极为的有限啊 那后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透明件 所以他本身 眼部的透光性呢是相当之OK的 但是因为多了上面这个眼罩的关系呢 所以就是会再多一些的遮蔽 就感觉没有那么的一个显眼 但是呢 邪恶指数这样子看起来的话 还是相当可以啊 只是呢 我觉得海龙的面雕 可能再更漂亮一些 那么由于我手上这一款呢 已经有做过勾线跟补色 所以可能跟大家手上的版本呢 会不太一样啊 就先说在前方了 人形下呢 抱怨比较大可能是这个背包吧 他这个背包呢 是没有办法卡紧的 这块部件呢 完全是靠这里的关节 松紧度去卡住 那这两片呢 也是没有一个定位啊 我的习惯是把它缩到最小 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你要把它变成一个大风展翅的一个形象 这个也是看你个人的偏好了 我的话呢 是这个人比较低调嘛 我们就不想要那么张扬了 我们就尽量的把它给缩小一点点啊 这是我能想得到一个最小的一个收纳方法了 那再来就它的一个手臂了 手臂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 我先把这个手上这个枪给拿下来好了 这个枪呢 是紫色的加特琳啊 上方的话就没有其他多余的涂装啊 上面的一些勾线什么 是我自己再加上去的 如果你不喜欢拿在手上的话呢 可以依照它原本飞机状态下 安插这个孔洞呢 把它给扣上去 这个安置是比较合理啊 就是像一个正常人的一个 比方说你正常要掏枪的话 就从这个地方拿出来 这个配置是蛮合理的 那我可以给各位展示一下 这它正常手臂的线条 应该是这样延伸下来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个螺旋桨 实在是太大太抢眼了 导致于说 你只要稍微转个角度这样过来 你甚至会以为 它的一个手是一个螺旋桨 就是它的一个手掌 这好像之前有一个叫鱼鹰的玩具 是不是也是手臂 就是直接是两个螺旋桨的感觉 那这个只能说是 手臂虽然有做出来 但是这个地方的一个 破碎的一个零件数呢 虽然说增加一些可动 但是整体的手臂的线条 确实是被破坏掉啊 主要还是这个地方太显眼了 这个在外观上 可能不是那么样的一个讨人喜欢 再来是它这个肩甲呢 也是可以做一个调整 它也是没有固定卡扣的 你可以翻的量比较张扬一点 你也可以把它往内翻 让它呢 感觉不要那么样的一个嚣张 这个完全是看个人的偏好了 那其他的部分呢 我们就来看一些细节啊 作为一款电影戏的玩具 细节的呈现来讲 还是比较OK的啊 那么就顺便看一些可动了 头部啊 这个像是人员一样的脸孔 并不是球形关节 左右转动而已啊 那手臂的话呢 三角零度的旋转是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 因为变形的需要呢 它有一个上下搓动的一个 可以往上下搓动一个关节 手臂的话平举也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这个肩甲稍微就碰到脸了啊 额头肌可以转动 手肘因为变形的关系呢 可以最大弯超过于90度 内部这个地方又多了一层的一个关节 然后手腕的话呢 就没有办法转动了 只有变形的时候呢 往内翻进去啊 也就是这样子收进去 其他的话呢 就没有办法做一个转动了 拳头的刻画呢 还蛮像真人的啊 给各位做个稍微清楚的一个展示 腰身的话呢 很可惜是完全卡死不能动的啊 虽然看上去好像有分件 但其实是变形的时候呢 这两条腿要拉开的关系 那裆部这里的细节呈现比较多 外摆内收尾是有的 群甲的话呢 这边侧边分开之后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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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的关节侧梯是有齿轮声音的 很响亮啊 那往前呢是没有 但是呢 往后呢却有哦 过了中间这往后有一点点 它是一格一格的 它一动就是一格一格啊 这非常奥妙 往前梯反而是没有啊 不过这款的关节非常的紧实 倒是没什么问题 膝盖差不多是逼近于90度吧 那这个脚的话呢 比较有趣啊 这个造型也是非常有趣 有一个接地就没有话 没话说了 脚板也做得非常的大 人物的站立性的话呢 由于这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脚部的一个造型 分析是这个部分呢 这个两块的这个尖刺的这个部分呢 都是可以再做一点点调节的 OK 所以它的一个站立性来讲 基本上呢 是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 站得非常的稳 摆帅气的动作呢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就是这个手上这个螺旋桨 是稍微的比较大 比较暗影一点 接下来给各位示范一下 它非常流畅 而且精彩的一个变形过程 这个手上这个枪啊 枪要手上拿下拿下来 如果你配戴裙甲上 就可以不用拿下来的 那以我个人变形的习惯呢 我也先把这个头呢 给打正 然后呢 两个肩膀这个地方呢 全头心收进去好了 不要妨碍到它 然后呢 往上面推进来 往中间做一个集中 两侧都是一样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地方是有两个凸 对应边就是两个洞了 这样子推上来 往中间呢 做一个集中 那这个中间集中 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稍微需要用一点力气 才能够把它给压的密合的 它的这个两侧的话呢 这样压过来 要出一点力气啊 才能够把它给扣上去 待会的话呢 可以再把它给弄得更好一点点 那接下来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 它这个地方有这个图片 图片把它调到同一个位置上面 然后呢 手腕的话呢 把它给从这个地方折上来 折上来 从这个地方 直接的折上来 那这里呢 可以稍微往前面倾斜 一点点的一个角度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进行下半身的变形 把这个领导腿呢 从这个地方呢 裤插这个地方呢 把它往两侧分开 分开之后 把这个橘色的这个驾驶舱的部分 整个给打正 打正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把它整个给拉平之后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是有个凸的 对应内侧呢 是有一个凹在这边 两侧都有啊 把它给扣上去 以及这个地方 卡托都是非常明确的 直接扣上去 再来呢 这里有两个凸 然后这两个凸 这里对应有两个洞 把它给放下来 这个时候飞机的出现 已经差不多要出来了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部件往上推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是有个凸的 对应内侧 这里 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凹槽 从这个地方 把它往上面推进去 这里 这个地方 不小心松脱了 松脱开来 这里 这边 这个地方就蛮容易去爆开的 我说上这一款的话呢 不是那么容易 OK 扣上去了 从这里把它给推上来 扣进去 这上方这里呢 也是一样的 从这里 把它给 这边 两次都一样 扣上去 扣上去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进行 上半部这里的变形 上半部这里呢 我们要把这一块部件 后面 绞了这块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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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出来 往前面放下去 放过来 不对 应该是先把这一块 先把这个 翅膀这个部分 飞机的这个机关枪 转到前方去 然后我们把这一块 这块有个倒钩 把它按到这个旧定位之后 从这个地方往上 由下 由下 上下这里盖下 倒钩把它给扛进去 这里 也是一样的 这边 把这一块部件 移动过来 这里 那这里我要提一下 变形的时候 你一定会守护去 按到这个部件 这个部件按下去的时候 它这个螺旗档是会转的 那我建议你在变形的时候 尽量不要按到它 因为你按到它的时候 它会转 但是你的手会卡到它 也就是说呢 它明明要转 但是你的手卡住它 可是你还是按下去的 怕它里面齿龙会坏掉 所以尽可能避开这个地方 不要去按到它 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提醒吧 从这个地方到这里 然后这块部件过来 这里 把它给卡进去 这个地方上下 把它给勾进去 好 都卡进去 那再检查一下 这两个地方 有没有松脱掉 OK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再做一个密合了 可以做一个更好的一个密合 因为它确实非常的容易去爆开 非常容易去爆开 缝了越密合的话呢 造型会越好看一些 好 接下来呢 就是把它的这个部件 转过来 到这边 好 上方的部分呢 基本上呢 整个飞机的一个上半部 前半部呢 几乎已经可以说是变形完成了 接下来这个脚的话呢 非常简单 首先你把这一块最长的这个部件呢 给翻出来 然后呢 从这个地方看到这里 转上来 转上来 然后你只需要记得 我们要把连接这个部分转到中间 你翻动它 你一转动它 你会知道 一看就是这个造型 是要组合在一起的 从这个地方 把它给扣上去 然后呢 转成一个水平的状态 这点就不用说明了吧 接下来这个部分呢 就是按照你认知里面 飞机的一个唯一 应该是怎么转 它就怎么转而已 并不需要做特别的记忆点 如此这般 它的一个整个一个俯冲的一个变形呢 就已经算是 基本是变完了 最后再把这个机箱给扣上去 变形非常的流畅 非常的好玩 接下来的话 它还有一个起楼架的部分 这个 从这个地方推出来 以及这里 另外一侧 一样 把它给翻出来 就完成了我们这一款 这个狂派的俯冲呢 从一个机器人呢 到 哎不对 这个部分还要再转出来啊 从机器人到一台 二战时期一个应该是日本的一种 闪电战斗机吧还是什么来着的 一个载具呢就算是变形完成了 它的载具呢 其实应该 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直说它是日本的这种 二战的战斗机 其实应该不止日本啊 应该当时 世界上的空军战斗机应该很多都长这个样子 那为什么一直讲它是日本 各位 如果你跟我一样同年纪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射击游戏 CAPCOM做的 1943系列的游戏呢 它里头的一个主角呢 都是驾驶这样子的一个战斗机 然后我后来想起来不对啊 当时虽然它是1943是日本人做的一个射击游戏 可是它里面是驾驶的飞机 它其实是美军的 那它里面的这些BOSS啊 被集成的这些军舰呢 都是日本二次大战的时候 太平洋舰队的 像什么利根啊 加贺啊 对不对 赤绳啊 那个长门跟这个大河这些东西啊 这些这些这些军舰 那么呢 当时的这个游戏呢 在我小时候也是占据 我很长的一段童年时光 我当时也是很多时候会排队去投影币 去玩这款射击游戏的 所以对这个载具的话 我非常的怀念 很有好感 那因为这一款呢 它是一个俯冲 如果你买的是这个 Hybrid海龙的话呢 它的配色呢 会是一个翠绿 淺绿色吧 有点黄绿黄绿的那个 会更接近于这个现实生活中 我印象中1943的那个主角机 这一款这个俯冲的话 感觉就是有一点深绿 稍微有一点点 没有那么样的像 但是也很好了 特别是呢 我记得Hybrid后面没有这个 你看这里有一个鲨鱼的一个 对不对 鲨鱼的头的这个地方 这个感觉这个像是这个 IDW的这个双 双面 IDW的那个快枪手吧 那个就是跟闪电同模那个家伙 它那个飞机头也是有个 类似于鲨鱼的这个涂装 在飞机的这个机身上 有鲨鱼的一个头的涂装 一直是 我也是印象中空军常用的一种涂鸦吧 所以这个涂装可以说是它飞机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卖点了 那么呢 它的一个滚动性来讲的话 简直是超好 明明是飞机 可是滚动性是一流的 推起来感觉还蛮舒服 那是它可以动的地方还有哪里呢 就是这个螺旋桨 而它螺旋桨呢 你直接去推它的话是 可以动 但是只能动一点点 因为它是有齿轮在里面作用的 你看 你应该听到了 正确的玩法是要去按它 它就会是做一个转动啊 两侧同时按 OK 那么呢 它的这个机枪的位置摆在这里 其实也没有 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按插 除非你把它插在这里 但是这感觉会更危险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机枪你看 它这个不是会打到自己的螺旋桨吗 这不是在空中跟人家战斗的时候不是自爆吗 对 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驾驶 那不禁 看到这种危险的这种载具设计的时候 我不禁想到 我从以前到现在开箱 我只开的最危险的载具就是这一款 泰坦回归系列的这个海龙 就是Hyperlone 我也觉得很奇事 因为海龙都是智障嘛 所以这个模具都是智障嘛 这个是智障中的智障嘛 它两个螺旋桨在作用的时候互相打在一起 你还没有飞起来就自己就自爆了 所以这种双螺旋桨的智障 我觉得 这具有一个莫名其妙的遗传的感觉 哦不对 它比它先出来 应该是这个一字张是遗传到这个模具 OK 随便说说的 反正就觉得 这很明显的不合理的一个设计了 再来另外一个不合理是它的一个驾驶舱的位置 驾驶舱的位置呢 你平常这样飞行可能没什么问题 但是你平常放在这个桌上的时候 你就发现不太对劲了 对不对 我们驾驶员在这里 你这个飞机不是只有在空中飞 你在跑道上的时候你也是需要正常的移动的 对不对 但是你这个样子的话你不是完全看不到前面吗 你前方的物品通通比你驾驶舱的位置还要高 所以这个基本上也是 对不对 这比较Bug的一个设计啊 当然这个你要说这个是扣分嘛 我觉得也扣不了多少分数 因为毕竟它的一个整体的变形啊 载具的一个形象啊 造型啊 涂装基本涂装就已经相当之不错了 上方这些狂派的标志 你看狂派标志现在很难看到了 上方这些军用的这些涂鸦什么的 已经是做得非常的精妙了 螺旋长这种瓦红色也非常的特别 摸起来这里有点磨砂的感觉 非常特别非常特别 那整体又有一个联动的机关 变形也是非常的有趣 人形虽然有一些外观上我挑了一些毛病 但它整体来讲 还是一款很怪很有机械感的一个家伙 这个呢就是经典3.0时代 Hezbo那个时候的玩具 这款当时还只是算是 还不是特别抢手的 这款还只是算是蛮普通的玩具 但是现在的话呢已经是 OK打变现在所有官方 现在同价位的玩具 你现在这个OK 现在的Bolge Class 没有办法跟这个相比了 那么就跟大家呢 利用一点时间来回味一下 经典3.0的这一款俯冲 那就谢谢各位这一期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好 我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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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